Hello 了世纪 天天的国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来看葡萄牙人对上中国人 这场比赛是军阀3的阿拉伯比赛 OK 最近我们频道也来到2万人订阅了 非常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红方大约出身点位8点头方向 选择的文明是葡萄牙人 那这位选手也是大家最喜欢的NBL NBL呢 他现在也来到了军阀3的主赛事 那先来看一下他的文明葡萄牙人 那葡萄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黄金兵全部8折 这包括森旅也是 那葡萄牙人他的港湾大长战 在单挑的时候非常罕见 除非打一个树地特殊打法 才有可能出现港湾大长战的打法 那就是在正式赛事中 基本上是不会看到这种战术的 那葡萄牙人在封建时代 比较适合打这个工兵开局 那前期呢一样可以打极仙洛马 后期转工兵的一个策略 那后期的葡萄牙人呢 火枪呢跟这个火炮 还可以拥有弹道取的效果 射程非常准 但是在这个单挑来说 风琴炮的科技也不是这么的关键的 之外还是他的八折优惠 非常好用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中国人 大约出身点由两点钟方向 那南方这边是西托法国大将 那中国人呢在军阀的比赛中 他的优势更大了 因为一开始的村民数够多 所以前期或许的食物会更快 所以在军阀比赛中 通常是领先两村 而不是一村半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菩萄牙人是15村 打上中国17村 那中国人呢在这个前期很会玩的情况下 打出这个经济优势是非常可怕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 中国这边是已经领先了 大约150左右资源 这就意味着 中国人可以多按两只马的肉量 非常可怕 前期的经济非常好 但是中后期要特别小心 有科技不足的问题 他没有火枪也没有火炮 所以中后期还是要靠所有的垃圾兵 去做出对应 好 那我们这边看到MBL开始围加利了 好 前期葡萄牙吃果子 也可以产生木头 所以吃果子也算是一个很蛮重要的重点 好 这边稍微围加 好 下面用拉个木墙围加 好 这里点下了封建时代 这边的部分 再稍微围一下 好 赤猴骑兵 稍微绕一下 看一下里面侦查 这里补了一个伐木场 这样经济配置就来到了八村伐木 待会可以再补一个人到九村 好 九村伐木 刚刚这一村去跑去盖围墙了 九村伐木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中国人这边是补下了硬龙一幕 均匀的部分已经补下 马上转肉马 OK 22村肉马 葡萄 这边是21村点封建时代 中国并没有打出极限肉马的配置 他的家里算是地图 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有一块黄金在后方还行 但如果要守护这块黄金的话 还要围到后方去 整体来说不算是太好的地图 虽然有三篇木区还行 两个上来说有60分合格分 右边这里的MBL黄金是比较好一点 左边有一块又比较里面一点 右边有一块也就是偏左右两边 这张是比赛地图 就会看到MBL的地图真的是好很多 人家中国的黄金在前面 MBL的黄金是在后方里面的 好中国三只肉马开始往前压 前面两边枪兵互戳 都是想要给对方最大的压制 好这边想要戳但没戳到 枪兵努力再继续反击 兵往后拉 肉马开始回来 前期阿拉伯都是枪弓马 小打小闹 居多的一个场面 结果这只枪兵成功戳倒了一只马 另外一只马也差点被戳掉 中国这边的经济优势还是很明显 目前还是领先300多的资源 葡萄点下了吃布技术 这边家里的资源继续开采 四个人吃过黄金开始补下去了 红田来到17片田 应该是13片 这四个人是吃过 好看到对手出弓兵自己转出了毛病 正常应对 那现在葡萄人的肉马全部送光了 中国人现在还有三只伺候的视野优势 那现在正面打印的情况下 肉马可以先去探一下地图 找一下生物的位置 探明一下野矿资源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不然就是要直接打墙弓 打木头 打这个木墙打进去 好这边直接射跑对手 NBL这边待会要走弓兵路线 还是要走骑兵路线呢 那对方已经走弓兵路线的情况下 可能待会上去直接转战毛兵 配骑士的流程可能会更好 所以有可能待会单射箭场 继续出毛病 待会再补一个马就 然后去点下战毛兵的升级之后出骑士 好那马就的部分一样单马就去出骑士就可以了 好现在毛兵加枪兵枪毛钱压 葡萄这边反应一个黄金兵都没有用 但是枪毛钱压的压力还是很大 好直接拉两村前置工程器制造所 过了一个修道院 80块黄金的生侣 小狗狗 拿起来用就对了 好前面这里要看一下 这里补了一个箭塔 好蛮关键的 要是这个箭塔没建起来 待会中国可能就会有点小小断机 你一定要去这边开TC才行 或是到右边这个位置 OK 好 就到院里边的生侣 赶快按 先按了一台奴炮 但按奴炮的话 现在就不能有办法很好地进攻这个料望塔 好 那奴炮只能再稍微守一下 要不要转铲冲车呢 还是要转一下投石车呢 好这里走进来 稍微看一下里面状况 里面状况看起来只有弓兵在上方 落马过来可以打 但是后方有枪兵跟弩炮 千万不能被钓鱼 NBL这边是打得比较激进一点 但是投石车还没有出来 那如果第一个单位就是投石车的话 现在这些箭植物就会砸得很快 那中国这边上去是选择了骑士 奴兵转骑士 求黄金兵策略 资源量来说已经领先300多资源 还是300资源 没有继续领先下去 好 点一下清奇兵的升级 葡萄战毛兵 还是升级上去 那这边葡萄战毛兵就要考虑要不要补个马就 出个骑士了 去防守 那如果不出骑士的话 那也可以考虑长个什么风琴炮之类的 那风琴炮需要挖石头 还是先开个3TC比较稳定 好从你出去盖TC 就把这个洞记得要补起来 NBL这波前期投资 并没有打到任何的经济 也没有给对方太大的压力 不然是选择自行撤退 好右边这边有3只骑士 9只弓兵 现在占毛兵的部分有12只 但是有枪兵够多 看到了 招想第一时间 赶快走赶快走 骑士要赶快拉走 毛兵直接抽掉了大量奴兵 这里奴兵走位失误 魁蓝 好后方的青旗兵 想要过来偷杀僧侣 僧侣往后一个招翔 点了一个神石翔 结果招到了一只残血的肉马 哇伟妙 枪兵上前戳到一枪 最后奴兵带着残血回了家里 好骑士继续出 现在中国人要赶快找个机会开TC 但是因为前线补雷跟箭塔的关系 现在没有挖石头 所以造成现在想开TC也开不了 NBL反而是出了这些兵之后 转开农路线 村民书已经领先了石村友了 好这个青旗兵直接上线 收掉两只僧侣 僧侣一收掉 前方的骑士就会进行无双打击 后方的奴兵赶快往前走 要来去射枪兵 在毛兵有机会就回头打奴兵 但是奴兵一回头的话 就会被骑士吃光 然后是战毛兵一回头 就会被骑士吃光 所以这边是想要保战毛 而不是保枪兵 好这边点下重装长枪兵 但是枪兵已经送完了 这个回头时机点 好像有点太早 待会刚刚继续走 让战毛兵再多扛一些骑士伤害 可能会再好一些 好左侧这里进来 就会很难受了 现在中国一波all in 一定要打残一下MBL这边的经济 好补房子把这边补起来 但是这里的都没有补 但是有两个TC可以防守 好先产了一个弩炮 骑士上前直接硬吃 二级马凯一好直接骑上去了 有马凯冲TC没问题轻轻松松 好投石车这边继续砸 差点砸到战毛兵啊 好这里烧了小维一下 这个维的速度还蛮快的 好家里有枪兵出来了 清起兵在后面继续烧老哦 好正面投资的建筑物 暂时没有继续的后续攻势 葡萄葡萄这边没有转弓兵 我觉得有点小小可惜 不打骑士也不打弓兵 没有办法打出自己的文明特性出来 好这个投石车可能会被收掉 清起兵打工程器伤害很高 好右侧三只骑士 现在八只攻兵继续射击 中国这里没有继续补奴兵 还是这边要转开TC呢 但如果这边转开TC 前面的进攻可能会被受到阻挠 哎呦这个一拍差点把他拍死 这个投石车差一点 下方有几只骑士撞到了TC 松掉了 好中国的权先赶快补下修道院 三只僧侣好像从上方这里跑下来了 OK这里被打破城门 肉马冲进来 投石车砸一发打擦边球 后方也是打到了一些血量 清起兵想要过来收残血 但是硬生生被修了回来 投石车砸一发 中国人这边直接闪过 葡萄人这边有点残血 守不住三只生驴赶快回救 扎里没有修道院 有点痛苦 现在葡萄家里一片混乱 一大堆的村民都在田里发呆 清起兵过来解一下生驴 在一刀手下 这边顺利遭响到投石车 投石车砸一发换了一台 一换二 一只生驴换掉两台投石车 不愧 但是现在生驴都进入了招墙时段 没有办法继续招墙了 这里终于拯救到了这个城镇中心 目前MBL有村民上的数量优势 这里只要城堡一盖好 防守压力就会变很小了 可以考虑直接补门口 果然补门口了 那补门口的好处是后方这些农田 就不用太担心了 但是缺点的部分也很明显了 就是人家只要绕过这个地方 其他的地区防守一样是空洞的 好用生驴逼退对手 枪兵赶快盖 围加再围 进不来 OK 投石车又来 生驴放出来继续招翔 最后又招翔到了一台投石车 投石车现在砸不回去 哇又一换二了 生驴一只又换掉两台投石车 说他 NBL点这个救赎思想 价值连城 OK 部下第四个城镇中心 中国这里也是顺利的开启了3TC 终于可以转容一下 看到城堡之后 就开始放弃继续进攻的念头 那这边只要一旦放弃 可能就会被拉开经济差距 但是现在经济差距只输了1000资源 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中国这边可以尝试再继续猛攻 不要再继续打城堡的地方 可能去打侧翼 OK 中国这边果然开始打侧面了 这里放了一个生物 稍微减一下遗迹 布了一个攻击力 这里骑士继续猛攻 但是被招翔掉了一只骑士 这里村民有点多 多到有点杀不到 这个城镇中心里面 骑士稍微扛下输出 我有点快要扛不住 稍微拉打一下 风行炮中转了出来 但风行炮遇到投石车是挡不住的 肉麻怎么溜进来了 再一刀好险 骑士要来收尾刀了 再一刀搞定 最后一刀还是拿下了 现在中国转向攻击下方城镇中心 但这里有补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由于有工程器制造所的关系 所以投石车没有办法先行攻击TC 一定要先把外面的路障清理掉才行 这一波骑士又再进去抓了几只村民 但是村民处还是葡萄牙暂时领先 经济上也是 这里有一波小小骚扰 用战毛病偷打一下 投石车砸了一发 但是没有砸到镇中心 只全部残血了 好 僧侣一出来 招响一下 投石车可能又要被招了 回头一发砸掉僧侣 等一下投石CD互换可以吗 来不及先换了一台 先换了一个奴兵 OK 那葡萄牙人现在点下帝王时代 中国人这里直演上还不足于点下帝王 待会还要再归个大约两三分钟才有可能帝王 除非这边靠买卖啊 唷 最过这个残血 投石车居然 招响到还活了下来 成功反杀 那这两滴血的投石车 又换了一只僧侣 很赚 炸下去 哎呀没有炸死 高打低打高 还是伤害减少了很多 好 MBL挺过了中国的超凶猛攻 那现在就是他反击的时候了 那如果这边葡萄牙要打风琴炮的话 可能要再搭点搭配啊 要转一下骑兵或者是重装长枪兵啊 继续防守一下会比较好 毕竟风琴炮比较害怕森旅 或者是投石车单位 或是大量骑兵啊 那如果自己不出骑兵的话 枪兵可能要再补一些 好那这边是补骑士 终于要走黄金路线了 八整黄金兵不走就有点怪怪的 好风琴炮这边打投石车 打超久 哇结果剩下一滴也没换掉 这可惜了 好但是右边有四台风琴炮 走了一个偷家路线 好还是决定要走骑士路线 转了重装骑士 品种二级马凯 后面农田要继续补 走骑兵路线 农田至少50片田 好现在骑士慢慢钻 现在要开始打多线了 风琴炮走到右边 但是吸引反应很快 马上就说春 补了一个伐木场 正面四只骑士 直冲 但是中国中间补了一根城堡 MBL这里要打算补一个骑士流 那中国本身是有骆驼的文明 所以如果待会中国转太多骑士出来 葡萄牙就可以转枪兵或生旅 就是一个步骑作战 或是骑兵生旅战 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对葡萄牙人来说 那后期再转一些火枪出来 作为协防对方的枪兵主力 也是可以的 好骑士这边绕了很久 结果城堡也是盖好了 后方的骑士溜过去 但是有骆驼 现在定用实弹 还有一分钟 中国要扛住这一波的骚扰 有点痛苦 骑士在这个阶段里 只能用生旅或是骆驼 这边重装长枪兵 可能也挡不太住 而且量产起来还要补很多军营 中国这里一定要先去补更多的马厩 先转出骆驼或是修道院 好这里再补了一个马厩 好这边黄金兵的优势打了出来 中国这边击杀了 被击杀了非常多的村民 前方的村民直接往前走 但是撞到这里会跟城堡 哇往前逃也不对 往后逃也不对 到处都有骑士 但是骆驼的数量慢慢稳定起来了 这里就可以开始进行 防守了 OK这里重装骑士点不下 买卖一下 OK卖了石头 换了389块黄金 重装骆驼 那这个时候三级马卡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可能继续量产骆驼会更好 好这里直接手撕 三缕 投石车用重装骑士全部打掉 好现在要继续稳定黄金了 黄金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右边一个有矿 好像还没有发现 两只骑士蓄事待发 好巨型投石机开始攻城 菩萨牙三级马卡终于补下了 二攻也赶快补 菩萨牙决定要走一个步骑作战 重装骑士配枪兵 而不是骑兵配僧侣 因为枪兵的操作要求没有那么大 而且可以省一些黄金了 好这边骑士就再次冲进去 但是重装骆驼已经可以明显挡住 敌方的正面进攻 现在吸托经济有点炸裂 聪明术落后的也太多了 资源已经输了 大概6000多的资源了 好极兵升级好 木齐作战升级好 马上打出了GG 我们恭喜NBL拿下比赛胜利 不好意思 中国最后是大约输了30春 川明术输得有点惨 因为前面的进攻 虽然猛攻给到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NBL的僧侣一出来 回家之后三只僧侣救赎思想 直接把中国的托车车给逼退回去 城堡一盖好 正面农田守住 经济就直接起飞了 虽然西偷有马上往下进攻 但是NBL这边防守意识也很好 马上补了一个工程器 制造所跟修道院 继续嚇阻对方的投死车 直攻城镇中心 这都是这场NBL做得很好的细节 那中国前期的经济 是真的非常漂亮 前期领先两寸的经济 在前期确实打出了巨大的优势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NBL 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石头稍微输了一些些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